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繼續來看瓜文貼 最近是不發達一連線的正義 早就讓議員來指控 用選舉的補助款來買辦公室 現在還讓司書的評論員來押了 說要作為民眾黨 新中央黨部的 台部大樓的三樓 也不申請許可就在徵修 台北市見關處一早也去復勤 瓜文貼是不會復勤 這也不申請 面對價值都沒有回應 台北市見關處的政府 一早來到台北大樓下 這間第三樓 民眾黨的先處 只為規矩涉來中修 司書評論員文隆東公布 內地嚇壞 看廣東的火器室和辦公空間 內地有嚴重飯和過來的燈菇 最近這日 天房有過來片的棧 都讓打開 等山脈水下去 保管的空間 都已經幾位好事 雖然沒有抓到隔壁中 不過是讓店名帶來進行式內蒸修 實際用式內蒸修早上的系統 怕台北大樓的地址 對發現根本只沒有資料 台北大樓新家是被報 沒有裝修許可嗎 針對台北大樓 像是為規短修 民眾黨的回應說 7-7就已經掛緊的請請 沒有規短審查 將會配合見關處的回規 以法辦理 但是為規短照 都會等見關處回規 之後的結果 哈囉 我是蔣心梅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